在部落校内工程如火如荼进行 近期在乌来环山部落有一个寒管施工作业 但现在却被族人反映 工程没有按照对外公告的施工时间进行 像是在1月14日星期日 本应该不施工 没想到却依然进行 导致部落居民对外交通受阻 事后族人打新北市民专线1999反映 甚至请警察沟通都依然无效 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还可以通的 但我一回去然后他就突然就说要封路了 然后我就看附近旁边也都没有贴公告 就给我这样子封路 我们车子前几天都放下面 突然说今天我们放旁边 突然就说你要工作 但我们怎么生活 就是不方便 像有些人开车行摩托车这样绕来绕去 尽快把它施工完这样子 住户这样子也比较出门也比较方便 不按照公告封路施工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 记者到场拍摄的这一天 居民再度反映 同样没有收到公告封路 甚至连工所也没有接收到封路通知 这礼拜一直连续就是一个寒流 以及一个雨天 所以造成他们这个厂商 都有点延误一些工程的时间 造成民众的不便 我们这边不认识在LINE 还有这个FB的联署 都有跟部落这边主人说声抱歉 那这我们的施工的时间原则上是尽量在过年前 居公所表示目前正在进行大排水锅工程 是在去年发包 施工前也有举办过数次说明会 要求厂商尽量在住户上班时间施工 然而迎近期寒流雨天导致工程延误 居公所表示会尽量赶在过年前完工 尽量不去影响年假期间部落居民的出入 原则新闻部落量亚外新北无来采访报道